跳脫平面仰角國情焰火 在臺中釋放場次 從平行的空中視角看齊 鏡頭畫面緩緩 深空壯觀城堡映露眼簾 從高空俯瞰宛如置身電影場景 另外從空中環繞 蘭嶼港口平板洲 小小村落燈火通明 轉到壯麗夕陽眉景 這些都是攝影師陳潮宇的作品 考驗空拍機操作技巧 流秤度 天時地利的燈光美景 他曾任2021年交通部觀光局 攝影比賽評審 同年參加莫斯科國際攝影大賽 建築類職業組獲獎 2020年文化局 臺北老屋空間攝影冠軍 攝影除了大炮取景 越來越多人不敢於平面攝影 但轉向空中難度也增加 考驗3D空間敏感度 因此各種培訓講座越來越好 左右可以上手針對我們民航局 考照的部分 大部分的人學習 可能都要有四十個小時上下的時間 轉換成 因為現在是已經大學畢業了 那現在是可能是以說 工作的需求 然後這邊去考取這個徵兆 我單純是因為興趣 然後本身喜歡用上帝的視角 去看待就是臺灣每一個景色 自2020年3月遙控無人機專章公布施行 根據民航局統計 國內無人機應用以空拍佔大多數 高達八成以上 更多人對解鎖無人機空拍 透過更高的角度 躍躍欲示 三雄 楊錦 陳炳豪 謝仁珍 台中採訪報導